悟空闹电影细说不胡说 今天和大家讲一群人野外遇险碰到巨型蟒蛇的故事 大蛇2 开头在一艘游艇上 一群人开心的出海游玩 主角是一对妇女俩 今天是女儿昏昏的生日 结果直男老爸的礼物 居然是一个自己做的古董对讲机 声称就算是没信号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还傻兮兮的吓唬人 哇 这里面有海怪也 昏昏听完只想送一个白眼 弗拉一个可不能瞎力 果然海怪很给面子登场了 小游艇立马被掀翻 等到他们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飘到了一座小岛上 全员一个没死 这不科学 不过老爸也没有时间管这些了 立马去找女儿 发现他就站在不远处的礁石上 立马哭天喊地的让女儿过来 你有功夫在这喊 你不让去救人 这不把本篇的大boss大蛇给喊醒了 立马暴怒 我叫你们不老实 叫你们朝我睡觉 一个个全给你掀翻了 经过这几番折腾 人数起码少了一半 而欢欢也进了蛇肚里 老爸立马不淡定了 联合了几个勇敢的人 组成了一个营救小队 在一个不知从哪儿 拿来的灭火器的小哥的带领下 踏上了征途 虽然造型很丑 但画面还是挺悲壮的 而那些被带走的人 居然被带进蛇洞 然后又吐了出来 看来大蛇也知道 冬天了 得存点粮食好过年呢 OK 不过大部分都死了 只有仅剩的主角们 凭借着强大的光环 活了下来 不过经过第一步的教训 大蛇这次 没有把蛋放在室外了 而是离地面的 好几米的深洞里 幸存的人 根本没办法出去 便在洞里找出口 看见了无数巨大的蛇蛋 聪明的欢欢 立马就发现 这些蛋即将孵化 叫他们不要轻取妄动 结果 这个坏西尔的糟老头子 拿起石头就砸 看把你给撑的 以为人家是小蛇 好欺负是吧 人家就算早产 那也是个巨蟒 这下直接吓得不敢动了 还白白害死了 一个瘸了腿的女士 真的是不作死就不会死 而另一边 营救小组的几人 开始了丛林送人头历险计 先是发现 树上有神秘的枝叶 然后不小心 掉了火星子在上面 居然还起火了 小哥背了半天的灭火器 竟然真的派上了用场 不得不说 导演的森林防火 意识很强 这时怪事又发生了 看似哭了的藤蔓 居然可以迷惑人的心智 把他们拖进去吃掉 见过食人花 还没见过食人树呢 送了人头一枚 接着神秘雾气来袭 林子里四处可见白骨 几个人是不慌也不逃 静静的等着给怪物吃 没想到 出现的居然是一大批六眼飞鱼 这这这这 这到底是鱼变了心呢 还是鸟出了鬼啊 战斗力相当的惊人 不过这弱点呢 也很明显 没了雾气做掩护 立马嗝屁 这攻击一次的代价 有点大呀 而丛林之路的惊喜 远远不止这些 又出现了巨型鼻涕虫 和自带妖风和闪光特效的癞蛤蟆 几人和他进行了一场 艰难的拔河比赛 最终大蛇出现 解了困局 看来就算是变大了 蛇吃癞蛤蟆的天性 还是不会消失的呀 不过这几个人在干嘛 看表演嘛 这么好的送人头的机会 不表现一下 很可惜是不是啊 这是妥妥的猪队友啊 又送走了一个伙伴 只剩下四个人躲进水池里 热量下降 才掩盖了大蛇的耳目 逃过了一起 后来他们意外的 进入了一个废旧的房屋 发现这些怪物的 之所以会变异 全都是人类的 生物实验所造成的 后来样本逃走 实验人员全都自食了恶果 一个伙伴尝试用他们的设备 与外界进行联系 居然还真的连上了 看来这个小哥 除了长得稠以外 其他的优点还真不少啊 武能打怪 文能发电马 这时大蛇再次出现 老爸激动的不行啊 觉得他经过这里 巢穴肯定就在附近 大喊大叫的要去救人 一巴掌抽你呀的 救人光靠喊的吗 不过他倒是猜对了 蛇洞真的就在附近 幸存的人 尝试用敌人踢的方法逃出去 居然轻轻松松的就成功了 这么简单 你们为啥被困这么久啊 而且还选择把这个 满肚子坏水的 糟老头子先送出去 脑抽了是吧 他看着像是会救人的吗 当然不了 撒丫子就逃了 还欺骗前来救援的人说 蛇洞里所有人都死了 让他们心灰意冷 准备撤退 此时一开始送的古董对讲机 居然派上了大用场 让他们重新的燃起了希望 只有糟老头子 毅然开心的去找救援飞机 结果大蛇一个飞跃 直接就吞了 也不怕螺旋桨伤了舌头啊 后来几个人靠着顽强的对讲机 找到了洞穴的位置 而欢欢和另一个女孩也毫发无伤 因为她身上自带七彩 圣母祥光 居然被一条小蛇当成了妈妈 一直在保护着他们 让他们安全的等到了救援 这时大蛇再次出现 两个小哥靠着为数不多的武器单挑他 居然把他给整瞎了 真的是厉害啊 女孩们成功获救 大蛇立马开始反击 几个人决定分开行动 两个小哥正面迎击 一把斧子横批大蛇 这斧子这两个真是牛皮 硬是把他逼到了反方向 来到了昏昏这里 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老爸再次蒙逼 傻乎的站在原地 女儿被吃了才知道哭 然后又上去硬刚 大叔你是不是傻呀 连累的小伙伴又要去救你 好在小伙很机智 把他引到了刚开始的不明液体那里 直接给红烧了 可怜的大蛇呀 第一步里被探险队打扰 孩子死完了 自己也被炸得半死 到了第二步 想着存点口粮 结果直接来了个红烧炭烤 只能期待下辈子别再遇到人类了 这是闻着 相信听着有流泪啊 结尾主角光环再次炸裂 居然从烧焦了的大蛇嘴里给拉出来了 两次蛇口逃生 小姑娘啊 你这运气不去买彩票 都有点过分了呀 而全篇为数不多的坏人 那个糟老头子 也在杀了人之后 再次的掉进了蛇洞里 成了小蛇们的晚餐 也算是恶人有恶报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推荐喜欢大蛇2的小伙伴们 去观看哦 再来看看 小蛇